地面上血跡斑斑 讓人看了觸目驚心 住戶嚇得不敢靠近 怎麼寧靜住宅區 差點變成命案現場 基隆安樂區一家超商前 驚傳砍人事件 一名男子來買早餐 突然遭兩名扼煞追砍 血流滿地 警方調查時一度傳出 是插隊起口角惹來殺機 但追查後發現 雙方其實是朋友關係 被人當時跟朋友是相約 在超商吃早餐 因此對方的車出現 他沒有想太多 就走到了車門旁 沒想到兩名嫌犯下車 一人持刀 一人持棍棒 將他毆打一頓 當街持刀追砍 已經夠嚇人 警方動作慢半拍 到場時一群惡煞 已經逃逸無蹤 留下重傷的被害人 他表示疑似感情糾紛 遭人尋仇 主嫌是一名黃姓男子 不滿謝姓被害人 最近和他的女友走太近 懷疑兩人關係不單純 為此爆發爭執 黃姓主嫌16號 假借邀約吃早餐的名義 把被害人騙出來 但早餐都還沒吃 先請他吃一頓粗飽 找來兩名同伙 一人持西瓜刀 一人持鋁棒攻擊 造成被害人 頭部手部遭砍傷 一群人犯案後 開車逃逸 三名嫌犯 只有一人落網 遲到灰砍的 27歲林姓男子 案發後 逃往市區一間旅館 躲四個小時 遭到警方逮捕 發現他還是一名通緝犯 公稱自己不認識被害人 受主嫌指使裁犯案 同伴這下鳥受散 抓不抓得回來 得看警方辦案速度有多快 TVBS訊言劉欣貴 簡訊期基隆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